台北市的名校建中 他本来应该是有一片大好的前程 上了大学以后有一番的出路 但是很不幸他在学校就误交了损友 最后染上毒瘾 错了学到处打零工 缺钱买毒 竟然跟同伙犯下了摩托车抢夺案 那么被抓之后他才坦诚 其实他是隔代教养 父母在他小的时候已经离异了 阿嬷一手把他带大 能够在中南部拼到台北的建国中学 其实一定是当初也是自幽的学生 没有想到最后竟然堕落了 他很怕阿嬷伤心 哭着求警察不要告诉阿嬷 他的这个消息 抢夺妇女皮包 两名抢匪骑车逃跑 警察警追灾后 嫌犯过弯摔车分头跑 有人说抢抢劫 然后原警也是路过 也是刚好在那边巡逻 巡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情景 然后就是追逮徒 刘县抢匪被抓 警方发现来自南投的他父母离异后 由祖母带大 罗里念书考上北市明星学校 建国中学 不过高一下学期开始常缺课 导师印象中他活泼爽朗 还要多用功 高一下学期还知道自我勉励 但高二班倒就提醒他谨慎交友 原来当时物交损友染上毒瘾 良度休学又复学 后来姑姑帮他办理自愿放弃学籍 留学男子促学后打零工到考验店上班 缺钱买毒品跟朋友犯下三起 机车抢夺案 要求我们说不要通知他家人 让他感到这个案子很后悔 这样子 还是蛮后悔的 有有 碰毒品断送前途 祖母一手带大苦心教养 爱孙变成抢匪 直到后一定很伤心 真新闻许志明代秋荣台北报道 听闲云